大家好,我是口水鸡,你们可以叫我水水或者鸡鸡 好多鸡司给鸡鸡说 鸡鸡,你那可搞笑,咋个就是不火呢? 你们开玩不转发,鸡鸡又没钱买推广,咋个火得起来嘛? 前几天有鸡司在评论头跳在,说古得要看恐怖片 鸡鸡就怪死一下你们嘛,今天讲一个恐怖片哈 女主杰西卡是个呆纯可爱,没有心思的女孩 因为她的心思都写在了她的个性签名里了 杰西卡有一个男朋友,不重要不用记 不重要不用记,在毕业party这天,当到杰西卡的面和另一个女孩交坏口水 杰西卡气得着不住,刚准备报复一哈这对狗男女 就被旁边一个卷卷妹拉住了 卷妹却杰西卡稍安勿躁,作无其事才是最狠的报复 你晓得不? 杰西卡觉得卷妹说的有道理,于是听了卷妹的话 两个人准备去蹦一哈滴,来回解一哈心中的苦闷 杰西卡的弟弟杰东卡非要跟着去 杰西卡还约了网友小王见面,决定去放纵一分 蹦迪蹦得正欢的时候,杰西卡接到了男朋友的FaceTime 一位男友回心转意了的杰西卡,输不晓得 此K,男友正在被一个蒙面来追杀 哇,令人惊讶的是 该做自来在生命危及时K,不少地报警 而是火急火燎的,给杰西卡抬视频求救 这个老婆可以说是蠢得有言有味了 杰西卡根本没有发现男友那头有点没对 于是又蹦起了迪 杰西卡存在自己的5G里头,无法自拔 后来才发现卷妹带到她的手机消失了 杰西卡很着急 妈,屁,你头有误了,我照得吗 杰东卡安慰了她 说自己在她手机头安了定位系统 他们可以根据定位去找到卷妹拿回手机 杰东卡定位了手机在郊区一栋荒凉的别墅中 几个人尽了尽门,发现没得人在家 三个人围着房子找了一圈,想找到入口境界 找了半天,结果发现门没锁 进去了后对杰西卡就觉得有点没对 房子头又旧又脏 杰东卡发现了一些接控室 可以通过房内挨装的C像头 揭示房子任意一个走落 杰西卡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堆装买人类牙子的瓶子 他丑了半天 待定的放回原处继续搜索 杰西卡和小王找到了一间粉红色童话风的女孩卧室 两个人在这里面发现了卷妹的孩子 就更加确定卷妹就在这栋房子里了 没过多久 杰东卡又找到一件S 里面放了很多录像带 每一排上面都写了一个女孩的名字 弟弟坐上来一排排欣赏起来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其实这些碟子是防止主人度的 他是一个变态杀人魔 每一张碟子拍的都是他掠杀一个女生的过程 杰东卡还在这找到了一张邪有卷妹名字的碟子 看到这里杀人都还不害怕 还在这个房子头 卖又卖又的晃啊晃 这他妈是猪还是人类 惊悚片中 主角智商低下到如此地步 还真的是少见啊 唧唧都开不下去这三个做事的人了 这个时候杀人魔回来了 是不是以为一场腥风血雨就要来了 杀人魔发现家里有人进去了的痕迹 于是打开手机APP 开启了i宝系统 封锁了整个别墅 然后就和杰斯卡杀人开始了极其没有技术海浪的捉迷藏游戏 杀人魔先是发现了接控室的杰东卡 杰东卡和杀人魔啥路相逢 结果杰东卡桌子一推就给他砸昏了 这么做的财派还是来得一见哦 地上有锤子一把 杀人魔身上有弱石一踹 弟弟犹豫了一下 杀子也没拿 惊咋咋的也就跑了 结果被一道上了锁的门困住了 才想去回去拿钥匙 结果杀人魔已经不在了 杀人魔的儿子回来了 就是前面杀杰西卡来友的那个蒙灭人 蒙灭人回来发现小王 便和小王开始了一场生死搏斗 好在主角关怀够重 小王打回蒙灭人后逃跑了 可是已经力气不支了 这时他看到了卷妹 兴奋不已 皆毫不起疑心卷妹为何毫发无损 还能自由出入各个房间 杀人魔追上来 小王还想用最后的力气保护卷妹 没想到却被卷妹以刀给猴 原来卷妹是杀人魔的女儿 杀人魔逮到杰西卡 把他关进了儿子的房间 手组捆好 等到儿子前来享用 杰西卡也从房间的电脑上 发现了自己的很多照片 原来蒙灭人喜欢他 杰西卡够以蒙灭人为自己解开笋子 还贴掉了他的面罩 趁蒙灭人分心 杰西卡截起了地上的叉子 以刀解救了他 如果说主角蠢笨如猪 那反派简直是猪都不如 唉 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全具所有人物智商加在一起 不会超过二百五 杀人魔知道自己儿子死了 就打算杀了杰西卡泄愤 结果杰东卡一出头 挖死你个龟儿 死了 卷妹儿气得着不住 上去就给杰西卡肉搏 结果 杰西卡和弟弟逃出了房子 结果没想到应该死了的蒙灭来出现了 蒙灭来举起了刀 可是因为太爱杰西卡 只是打晕了他 当杰西卡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回到了熟悉的家中 自己的妈妈还在门口盖着他 于是杰西卡露出了庆幸的微笑 可是笑容很快就僵在了脸上 妈妈的脚伤绝缠着裂索 原来蒙灭来对杰西卡爱得深层 不是把他的家庭连人带东西 整体移植了过来 噩梦就又开始了 你们知道为啥蒙灭来这么痴心 还得不到杰西卡的心吗 哎呀嘴巴扎那么大 灭造一切 汤臭 咋个会适合你吗 没的关系 看这个 小林字要除口称意味 改善味气的口香糖 就算吃完大碎打开死 也再也不会尴尬了 消除口气味气 打出来的嘎 都是不和味的哟 打开标题的眼睛 你也可以体验 爽到喉龙馆的嘎 关注谈资口水机微博 私信索命即可获得影片资源哦 上去这个杰西卡肉博 杰西卡 结果没想到死了的蒙变来 蒙变来 我爪子了 进去了后的杰东卡 房子有点没对 杰西卡 杰西卡的弟弟 杰东卡 哈哈哈哈